肥胖狗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赖阅详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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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独发马特 爱狄凶生 他们都是谁 可是才能不停跳 一切都知道 公子永远抓不到 乱走走 我就在看热闹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和学观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得摔不掉 科学什么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起发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只舞跳舞上了腰 可学不会睡懒觉 海底模特队 爸爸 爸爸 你别睡了 我找到好玩的了 哎 宝贝啊 你找到什么了 这么兴奋啊 都不让老爸休息一下啊 哎呀 您都快成大蓝虫了 蜗牛就比您轻快 我说宝贝怎么这么有精神啊 原来是因为这个蜗牛啊 蜗牛多可爱啊 软软的 就是慢悠悠的 跟老爸一样 嗯 嗯 嗯 寶贝啊 你看 你怎么能这么说老爸呀 真是的 哎 宝贝 你知道蜗牛属于什么动物吗 当然是软体动物了 宝贝他爸 你是不是又在卖弄了 小树虾 我说怎么哪都有你啊 你这又出了捣乱啊 软体动物 这是什么动物啊 还是我来说吧 软体动物呢 是动物界中第二大门类 它们的身体柔软 多数呢 是生活在海洋中的 对呀 蜗牛也不是生活在海洋中的呀 小树虾 你是不是讲错了 因为蜗牛啊 是软体动物中在陆地生活的一种啊 说白了呀 它们都是亲戚 之间也是有联系的意 而且啊 宝贝 人们很乐意把那些海底软体动物称作是海底模特队呢 海底模特队 它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因为它们的身体柔软 而且多数都穿着漂亮的衣服 在海里呢 游来游去的就像是模特一样 哇 想想就觉得好看呢 我想去看看 哎 宝贝 你先别着急啊 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 这个软体动物们啊 一般都是左右对称 某些种类由于扭转 曲折才会呈现出各种奇特的形态 爸爸 您讲的都是什么呀 我看您还是别讲了 有意思的是 别变得没意思了 呃 呃 这个 好了 好了 宝贝和爸 你就继续休息吧 我带宝贝去看就好了 宝贝咱们走 好哎 哈哈 哎 得得得 又是这种结局 小书家你太棒了 带我来到这么酷的地方 海底世界真的好美啊 哈哈 这对于我小书家来说 小意思 哎 哎 宝贝啊 咱们要不先去别的地方吧 还有好多好看的生物呢 嗯 那好吧 那咱们去找那些软体生物去吧 宝贝 咱们不用找了 她来找咱们了 真的 宝贝 你放心吧 章鱼早游走了 她是不会伤害咱们的 可她真的好大个人 而且我见到她心里就会害怕 章鱼呢 就是咱们要找的软体动物中的预众 她属于软体动物门 头竹缸 八万木 章鱼呢 有八个万族 万族上呢 有许多吸盘 有时会噴出黑色的墨汁帮助逃跑 有些章鱼呢 有相当发达的大脑 可以分辨境中的自己 也可以走出科学家设计的迷宫 吃到迷宫中的螃蟹 哇 这个大家伙这么聪明啊 那可不 章鱼啊 具有超过一般动物的思维能力 它具有三个心脏 两个记忆系统 大脑中有五亿个神经元 而且它的伪装能力那是非常的厉害 它会改变自己的颜色构造 变成如同一块覆盖着枣类的石头 很吃惊是不是 还有呢 它还会伪装成一个珊瑚 小树菜 你后面就有一只章鱼啊 宝贝 你不要大惊小怪 只不过是珊瑚而已 珊瑚 好险啊 这些底漆生物真是太狡猾了 小树菜 你说什么呢 这底漆生物又是什么呀 宝贝 这些软体动物在海洋中大多数都属于底漆生物 它们都不属于海底 潜在泥沙中 或者是附着在岩石上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小树菜 你快看 好漂亮的海螺呀 宝贝 这些海螺是属于软体动物中的富族类 它们跟陆地上的蜗牛类似 都有一个大大的贝壳 这些海螺的外壳真好看 宝贝 这些贝壳最主要的功能是支撑动物体 而且它们可以保护动物体不被敌人吃掉 啊 这么可爱的海螺 谁会舍得吃呢 呃 在大自然里 可不管这些 这些贝壳呢 这海螺 外套螺的边缘细胞所分泌的碳酸钙所形成的 它还能够保护动物体 避免过分干燥而死亡呢 原来它们不是天生就长在被壳里面啊 嘿嘿 嘿 嘿 对啦 那些海螺它们多吃什么呀 宝贝 宝贝 这些海螺呀 它们有独特的齿舌 可以刮去海底的细菌 针菌 还有藻类 海螺呀就把这些东西当成自己的食物 嘿嘿 爸爸你看见了吗 我在海底世界耶 我当然看见了 瞧把宝贝你美的 宝贝他爸 可以了啊 我这世间宝贵呀 没工夫闲聊天 就到这吧 谁聊天了 我 我这不也是假知识呢吗 我这不也是假访 我这不也是假访 宝贝 别玩了 还有不少软体动物等着我们去看呢 哎呀 知道了 我这不才多看了两眼吗 小树枪 你快看 那是什么 真是太好了 那是裸腮类的软体动物 海兔 它们大多身体颜色极为的鲜艳 哇 好迷人的动物啊 它和兔子是亲戚关系吗 宝贝 这可踏得有点远了 海兔不是兔子 海兔呢 外形像兔子 总起的两只耳朵呢 其实是它的触角 当它不动时啊 活像一只蹲在地上 竖着一对大耳朵的小白兔 因而啊 它被罗马人称为海兔 太有意思了 小树枪 你看它们就好像是穿着美丽的衣服 在海洋中偏偏起舞一样 宝贝 它们是不是没有枉费海底摩托队的美名啊 这个名字它们最适合了 宝贝 其实海兔和海螺属于同一种种类 啊 不会吧 它没有被壳呀 海兔是甲壳类软体动物加速中的一个特殊的成员 它们的被壳呢 已经退化为内壳 背面呢 也透明的 薄薄的壳皮 壳皮一般称白色 有珍珠光泽 宝贝 你仔细看一下 啊 看见了 还真的是 宝贝 赶快跟上 我带你看点刺激的 什么呀 会不会有危险呀 太残忍的我也不看 啊 啊 啊 慢点 小树枪 你干什么呢 你看那个大龙虾 要攻击海兔了 咱们想想办法吧 啊 我的天 小树枪 刚才海兔做了什么 那个大龙虾怎么跑了 真是奇怪 为什么章鱼也害怕它呢 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呀 难道是颜色 没错 就是海兔本身鲜艳的颜色 我们家宝贝还是非常聪明的嘛 因为在动物的世界里啊 越是鲜艳的颜色就越是代表着有剧毒 这样一来啊 即使敌人想吃掉它们 也不会轻举妄动了 原来如此 海兔既能穿着鲜艳漂亮的衣服 又能把敌人吓跑 真是刀招啊 宝贝他爸 你怎么又出现了 是你讲 还是我讲啊 这 我想讲 你也不让啊 小树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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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跑哪儿去了 这儿呢 宝贝又怎么了 我刚才竟然看见章鱼像人一样走路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这确实是章鱼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本领 因为科学理论认为啊 只有两种构造才能促成双足移动现象的发生 一种呢 是拥有坚硬的骨骼和可自由伸缩的骨骼肌的物种 另一种呢 则是有关节来协调它们的肢体运动 使之行走 哦 好复杂 你到底要说什么 可章鱼的腕族并没有关节 也没有什么骨骼或骨骼肌 但它却做到了这一点 生物学家们认为章鱼的这种万族活动方式非常独特 小树鱼 你已经有坚持住 哇 没想到海兔还有这种本领 成功 我这些太有才了 宝贝 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还有那些海兔 这次真是太刺激了 好啦 你不是说书里都是你的天下吗 怎么这次不行啦 难免会有些失误嘛 宝贝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咱们还是回去吧 这里真是太危险了 我看你是害怕了吧 那好吧 我也累了 那咱们就回去吧 爸爸 我回来了 哟 回来了 宝贝 说说 这回又遇见什么好玩的事情了 太多了 爸爸 我用海兔解救了小树鱼 啊 解救 出什么事了 小树鱼被章鱼抓住了 我就让海兔帮我救了一下小树鱼 哦 是吗 还有这事呢 哈哈 宝贝行啊 越来越了不起了啊 小树鱼怎么会这么狼狈啊 我那是意外 老爸 那些海兔真的好神奇 可以变换颜色不说 还可以释放出液体 击退章鱼 简直是太厉害了 宝贝啊 海兔可是有一套特殊的臂敌本领的 它们可以吃什么颜色的物质就变成什么颜色 主要是和环境色融为一体 降低了自己被吃掉的威胁 哦 那爸爸 海兔施放的液体又是什么呀 这海兔本身啊 还有一种毒线在外套膜前部 能昏迷一种略带酸性的乳状液体 气味非常难闻 对方如果接触到这种叶脂啊 会中毒而受伤 甚至是死去 所以啊 这敌害闻到这种味道啊 就远远的避开了 这是一种预敌的化学武器 呵呵呵 要不可恶的张鱼怎么逃跑呢 海兔真是好样的 宝贝 这张鱼其实一点都不可恶 你看 这个张鱼的外貌啊 虽然显得凶恶 可是啊 绝不凶残 它们是极其温和友善 而又胆小的动物 啊 不会吧 宝贝啊 你要是不相信 你可以问问小树签啊 呃 确实是这个样子 张鱼呢 是温和聪明的 代表性动物 它们基本上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而且很好相处 那刚才那只是怎么回事啊 我说了 那是个意外 宝贝啊 这瓷章鱼也许是世界上最尽心 也是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了 爸爸 这又是为什么呀 因为张鱼啊 他一生只生育一次 在孵化期间 雌章鱼会寸步不离地守护着洞穴 不吃也不睡 不仅要驱赶猎食者 还要不停地摆动触手 保持洞穴的水 时时得到更新 使未出壳的小宝贝们 得到足够的氧气 在小章鱼出壳的那一天 母章鱼也就完成了自己一生的职责 筋疲力竭而死的去了 啊 怎么可能这样啊 章鱼妈妈真的是好可怜呀 看来章鱼真的没有那么的可恶 当然啦 哎 哎对了 宝贝 你知不知道海里最大的软体动物是什么呀 不知道呀 爸爸 我们没有看到 这海底世界里最大的软体动物啊 就是大王乌贼了 他是所有无脊椎动物中体积最大的动物 他生活在两千米左右的深海地区中 那他有多大呀 他的身长呢有五米 触手呢却长达三十五米 而且眼睛直径有四十八厘米 放眼整个动物世界也是举世无双的呀 这么厉害 哇小树枪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看呀 这不时间不够吗 而且也不安全啊 嗯 这倒也是 那么大的家伙 光想着就觉得很恐怖 哈哈 宝贝啊 这很多事物之所以会感到恐怖 那是因为你没有了解它 只要你了解它了 也就不会再怕它了 哦 知道了爸爸 今天你看的那些软体动物啊 根据分类的话 可以分为七个缸 宝贝 想不想知道啊 听听也瞅 那就说说吧 呃 这个首先呢 是五板钢 最原始的软体动物 它们呢 没有背壳 宝贝 今天没有遇到这类的动物 对啊 还有多板钢 一般是在岩石上爬行生活 嗯 还有单板钢 也是较原始的软体动物 身体啊 多为椭圆形 有立状的背壳 哇 是不是太多了呀 别急啊宝贝 还有呢 它们的种类是很多的 还有双壳钢 绝族钢 它们都善于挖掘泥沙 还有一个是腹族钢 软体动物中种类最多 变化最大的一钢 这我见到了 海龙和海兔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嗯 还有最后一个 是头族钢 头不发达 乌贼和章鱼 就是头族钢的 好了 我听到头都晕了 我得休息一下 嘿 这孩子 怎么说走就走啊 我 我这还没讲完呢 哎 今天真应该让宝贝它爸讲 我就不至于出丑咯 老师已经两天没睡了 这可怎么办呀 小乖快用你的扫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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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怪,快用你的射线扫描一下皇冠的金属成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